甲友信是《早庄日报》驻腾州的摄影记者 他用相机留下了改革开放初期腾州的影像 当年的新闻图片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这是后来闻名全国的腾州甘杂海货批发市场最初的样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改革开放让整个中国焕发生机 腾州这个南北交汇之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腾州人第一次向市场寻找变革和发展的机遇 他们从地摊经济做起成了走南闯北的赶潮人 杏花村的创业者们勇敢地迈出了闯市场的第一步 他们引来各地优质干货 在腾州集中交易 当地政府因势力道给予政策扶持和税费优惠 同时制定产业规划加强配套服务 引导市场走向了规模发展规范发展的道路 腾州中因干货市场而名扬天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作为鲁囊经济代的重要一环 腾州的制造工业也进入了黄金时代 这些照片记录下了那个火热年代 每年成千上万台作为制造业母机的机床设备 从这里出发 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海外 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的步伐里 腾州出产的机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腾州也成为国家重要的中小机床生产基地之一 一张张照片背后 是一个城市的开拓与崛起 变化是时代的主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 腾州人迎来了互联网的热潮 在政府的引导下 腾州干杂海货提发市场 把干杂海货的生意从线下做到线上 为商户们提供网上推广和交易服务 在依托强大的物流增加交易量 这是一场市场机制的革新 想要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更开放 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市场 与干货市场一样 腾州的制造工业也在面临转型 中国正处在从制造大国成长为 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 作为鲁班的故地 腾州的工匠文化远远流长 今天更标准更精细 成为时代给腾州工匠们提出的新议题 他们的行动或许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喷油嘴开始的 喷油嘴其实牵涉到绿色环保的大话题 通过减少单个喷孔的直径 同时增加喷孔数量 就能够达到减少油耗节能减排的目的 所以国际上喷油嘴的喷孔越做越小 但是这种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几家公司垄断 精细喷油嘴机床的研发成为中国喷油嘴机床生产工作者最大的挑战 更是对一个国家机床制造实力的考验 为了攻破技术难关 赵峰和他的团队研究了整整三年 他们始终无法从传统的机械打孔中研究出能够达到国际水平的微孔喷油嘴加工技术 2007年墨子纪念馆升级改造 入驻纪念馆的小孔丞相实验演示装置启发了照风 电火花打孔如同穿过小孔的光 能够以极细胆极强的力洞穿喷油嘴 而且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 洁面还能十分光洁 这种技术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 赵峰团队成功地将孔径缩小了0.15毫米 达到国际标准的0.05毫米 0.15毫米之差扭转了中国微孔机床只能依赖进口的局面 这是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共同的创造 在节能减排发展环保经济的道路上 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 腾州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两千多年前 这里是一片被称为善国的土地 我们依然能在腾州的市政建设里看到厚重的历史 而今天的腾州更多的则是洋溢着心心向荣的青春活力 因为在这样一个奋进的时代 奋斗与创造能让生活更富足更充实 奋斗与创造本身就是幸福的源头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善念和善教 是腾州的文化之根 为腾州提供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而腾州又在新时代用开拓进取的精神 去谱写新的传奇